好 观众朋友就像主播说的 这个耶诞周末出门去真的很冷 然后暴暖工作请一定要做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全台湾各个县市 目前这个时间的温度 台北市现在温度大概是12度 新竹11度 台中13度 台南也掉到14度了 高雄也只剩下15度了 观众朋友可以看 我们旁边这一排是特别用 今天中午12点的温度来做比较 中午12点有台湾 有太阳跟各地现在的温度 其实都有一定的落差 这个温差都已经来到了5到7度了 所以时间越晚越冷 请全台湾的观众朋友 要注意好保暖作业 包含东半部地区 还有离岛地区 其实也都出现了10度出头的低温 所以都不要惊呼 保暖作业都要把它做足 而且现在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来看一下各地 今天晚上最冷会有多冷呢 北部地区 宜兰地区 可能会出现6到9度的低温 中部也是6到9度 南部也只剩下10到12度 而花洞地区温度稍微高一些些 温度落在11到13度 离岛地区 澎湖金门马祖13 14度 金门马祖是7到9度 所以也是冷的 这样子的温度都出现在晚上 像今天晚上 明天平安夜也是如此 礼拜日的晚上也是这么冷 这一波寒流我们会说 它跟上一波唯一的差别 就差在于上一波是湿冷 这波是干冷 所以观众朋友 如果你可能有印象 上一波寒流来的时候是全天 北中南的温度都是很低的 但这一波白天会拉上去 不是说它的强度比较弱 而是因为它是干冷 所以白天太阳出来 温度就会稍微上去 可是最冷的时间 还是在周五周六周日 是寒流影响我们最明显的时候 明天台北市高温13度 低温8度 台中的高温17度 低温10度 高雄的高温19度 低温12度 温差都还是在的 礼拜日您看 其实各地的温度 也都是相当低的 请一定要注意 我们要特别提醒 几个地区的观众朋友 新竹台中嘉义 尤其是空旷处 明天清晨 后天清晨 请留意辐射冷却 你现在看到的低温 空旷处都还可能更低 我们以今天为例 像是空旷处 以苗栗造桥来说 今天就出现了 3.9度的低温 就是因为辐射冷却 效应非常的强 还有其他的空旷处 像国道的部分测站 也测得4度低温 连桃园大溪 也测得4.8度的低温 还要提醒您 夜旦周末很多人出门去 可能有些族群是要上山的 请一定要把保暖工作做好 寒流发微 玉山今天清晨 测得了-8.9度 还有上个礼拜 好多人追雪的荷欢山 或是太平山 也都出现了 -4度-5度的低温 这一波温度相当的足够 如果说您想看 会不会下雪的话 提醒您 这一波因为是干冷 所以没有水气 虽然温度相当到位 但是没有水气 所以降雪机会 非常非常的低 那要冷到什么时候呢 冷到礼拜一 会有出现一个变化 但您来看周一之后 其实就会有所转变 周一个体的温度稍微上升 因为到时候寒流减弱 可是提醒您 礼拜一出门上半课的时候 还是很冷 这个五六日一 包团工作 一定都要把它做好 唯一的好消息 就是刚刚提到的 现在看起来是干冷的情况 所以外出穿得厚一点 但是语句可以不用带 想扩大国际视野 掌握趋势 请订阅 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